特區政府作公布首份,未來十年可供發展土地供應預測。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,經過幾個月密集的福檢和誇部門的協助, 確認未來十年土地供應量將達到3280公頃,大概是兩個將軍務班大小,估計可以至少興建49.3萬個單位。 相對於長策未來十年需要43萬個單位的需求更多,目前不論公私營房屋的土地都已穩齊, 強調政府有能力主導土地供應,期盼長遠能建立土地儲備以應對市場變化。 新一份施政報告的一大方向是提亮。 陳茂波指出,政府未來會定期公布,未來十年可供發展土地供應預測,提高透明度,既展示政府做地的力度和決心,亦便利公眾監察。 昨日公布首份預測,未來十年,二十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年至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年,土地供應量將高達3280公頃,相等於兩個將軍務大小,估計可最少興建49.3萬個單位。 他形容不論公私營房屋的土地均已經穩齊,長遠房屋策略,預測未來十年的總房屋需求四十三萬火,政府找到可供發展的土地來源已超過該數目。 陳茂波指,土地供應預測,是指可供發展的土地數目。 而長測的數字,則是實際落成量及市場需求。 數據顯示政府有能力透過積極做地來主導土地供應,支撐香港未來的產業和經濟發展,並且有空間長遠建立土地儲備,應對萬一出現需求特別恩賤的情況。 數據顯示,未來十年可供發展土地供應量情逐年上升趨勢,由首年的110公頃,至第九年的610公頃。 這十年間的供應來源主要是新區的開發,初期集中於東沖新市鎮擴展。之後,北部都匯區的古洞北、粉嶺北、洪水橋下村、元朗南及新田洛馬州等新發展區會節力成為主要來源。 在中後期郊爾州人工島填海及將軍澳第137區亦有屬地出現。 至於可用作經濟用途的總流面約1033萬平方米,約1.11億方尺。 政府提醒,不論房屋單位及經濟用途總流面,都需要時間建設,因此不會傳掃於未來十年內落成建築。值得留意的是,目前估算的49點, 約1.3萬個公司營單位,如千萬平方米的經濟用途流面,社區及優器流面,都尚未包括,具體用途正在研究的用地。 預計203132年度供應將達頂峰,因此未來供應仍將進一步增加。 此外,政府早前公布,將識別約255公頃6化大土地,約以地積比6.5倍推算。 料可興建7萬個單位。政府作進一步披露研究範圍,相關六化大分佈於荃灣芙蓉山、元朗橫洲、元朗牛潭美、屯門東、新田麒麟山以南、 粉嶺旁近吳銅河、洪水橋下村邊緣及粉嶺龍藥頭旁近王后山。 當中規模最大的單一六化大研究範圍屬屯門東,達107.3公頃,佔總數42%。 問到最近銀主盤及負資產數量都有上升趨勢。 陳茂波指,留意到有傳媒指銀主盤數量增加與政府放寬案揭保險門檻有關,因目前1200萬元以下物業透過案保計劃可借八九成。 但他認為兩者關係不大,因數據顯示案證公司的客戶,目前為約斷工只佔0.01%,即一萬個個案中只得一個。 目前的銀主盤主要來自財務公司的二案。至於負資產數字,預測第三季會上升,主要因樓價調整幅度較大。 政府作亦回應簡約公屋的選址,財政司副司長黃偉倫指已找到五六個地方,主要在新界區,既有政府土地,亦會有私人發展商借出土地。 另外,問到會否重新規劃啟德跑道區對外交通系統? 黃偉倫指過去曾提出高價橋單軌鐵路方案,但經研究後發現造價昂貴且日常營運會入不呼之,因此提出以多元組合環保連接系統取代,包括環保巴士、自動行人道、水上的士等。 。